请收看 唯新世界 天除妙共 天除妙共 健康 生活 好料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采君 欢迎大家欢喜来到这里 今天来到节目中 为我们带来健康 蔬食好料理的 美丽的时节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蔡秀满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道 就是麻油面线煎饼 跟一般我们做的那个面线比较不一样 换另外一个方式的吃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广市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说 蛮特别的 平常我自己吃面线 只要沙沙的 对对对 要加一些油啊 就是地油或者是麻油就吃了 那今天另外换一个方式就是 用煎的方式来夹这个麻油面线 那煎的部分看起来会比较感觉像西式的 只是其实我想有点年纪的人 之前可能都是这样煎啦 因为我们很久没用这样做 所以很多年轻的就比较忘记了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古早味的 一个麻油面线煎饼 只是我今天把它呈现出来 就唤起大家的一些些的回忆这样子 可是我感觉好像会很丰富 很疗愈的感觉耶 整个整个那个营养素是真的很高 那做法很快速 在家里做真的就是很方便 不会占太多的时间 那首先因为我们的水滚之后 水滚了之后 那我们先把那个面线 面线的部分 因为今天我所带来的面线是 比较古早味的那种传统的面线 所以它带有一点点的咸味 那一般如果你不是准备这种面线的话 是一般那种一束一束那种面线的话 那个是比较没有咸味的 所以那个就要再加一点盐巴 今天因为这个它本身有咸度 所以我们就不加盐巴了 这样的咸度就刚刚好 那我们先下面线 那我们让它滚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面线先捞起来 不能煮太久 只要它浮上来有熟了 因为现在的面线都很细 也不需要煮太久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煎 再煎的时候会糊掉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煎 对 等一下还要煎 好 来 先放着 因为我还要加一点点的油 因为面线会粘作会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麻油 让它松散 加一些些就好 先加一些些 因为待会我们煎的时候 还会再 对 趁这个时间赶快 把面线稍微拌一下 让那个油赶快吃一下 这会沟沟沟沟 黏住了 对 夹住了 夹住了 对 对 对 没有油的话 等一下大概会分不开 对 它会就一球 等一下我们要煎的时候 就不好受刑 先这样子先放到旁边 那我们要来打两颗蛋 所以在我们这个麻油面线煎饼里面 一定要有蛋吗 不要也可以 但是因为为了要让那个饼起来是漂亮 它有粘稠性 所以我们用这个蛋会比较有营养 它蛋打散了之后 它会帮我们把面线扒在一起 会比较不会煎的时候 是不会是散掉的 是会是成一个饼的形状 那我们先把蛋先打散之后 打均匀之后 我们要加到面线里面去 加在这里面 对 对 对 我才在想说 也没看到你说 都不用完全是食材本身自己的东西 都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加工的东西 所以吃起来是真的很健康 而且也很补 孕妇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做月子的时候 也可以用 对 因为这个就是麻油浆下去爆香之后 就是有补的 孕妇最 做月子最补的一个 对 健康又营养的 那现在因为为了让那个 我们的面线充分的可以变成一个饼 不要散掉 我们把这个蛋加进来 等一下要再把那个 所以是用蛋液来让它可以成型 对 好棒 好有学问喔 然后我们的九层塔 九层塔也要加进来 这个时候就要加进来 因为加一点绿色的食物 让这个饼看起来再漂亮一点 你看 因为刚刚 我们的面线虽然说有半 但是因为很快面线就会 就会一家人了 就会变成一球一家人了 所以也要很快速 所以不能耽搁太久 因为面线是真的很细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塑形要很快速 那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的米酒进来 增加那个香气 对 等一下煎的时候 那个麻油跟姜 还有那个酒的香气 还有尤其是九层塔的那个味道 就会再进来了 好 OK 可是现在已经好香了 那我起锅 这边起锅 要开始来煎了 好 那煎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放麻油 用一般的沙拉油 因为麻油高温的话 会苦 而且也比较容易焦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沙拉油 沙拉油下来 之后我们再补一点麻油进来 我们要那个麻油的香气 煎就是不可以用麻油就对了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说你的火要控制得非常好 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 不然你等一下会焦掉 等一下会焦掉 来 油热之后呢 我们稍微 好 我们要开始爆香 爆那个姜 这是姜末 姜末 这个姜末是随你喜欢 要多少 老姜 现在这个部分 因为 这当然 因为我比较喜欢姜的味道 所以我量会放比较多 那如果说你不太那么喜欢姜的味道的话 其实你的还可以再少一点 没有关系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随大家的喜好 对 当然 那个量是自己本身吃的人去觉得说 我姜想放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都OK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麻油进来 增加那个香气就好 我们这个时候先把火再关小一点 然后我们要下那个面线 那这个时候下来的时候呢 赶快利用筷子 我们先把面线塑形 塑成一个圆形 因为它已经有点结成一家了 所以那个赶快利用这个时间 把那个面线塑一塑 让它可以成为一个圆形 在我们的平底锅里面 所以我一定要有筷子是 就是要面线下来煎锅的时候 要用筷子下去塑形 才有办法成一个 对 然后我们的火可以再大一点点 我可以再滴一点点的酒 加一点点酒 对 这个酒有固定说要加哪一种酒吗 如果你酒量好的人 你可以加多一点没有关系 好湿 对 但是如果你的酒量不是很好的 那就你自己斟酌 好 我要翻面了 要两面都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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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两面都煎到像这样恰恰有金黄色的 嘿 哇 这个时候我们煎的时候可以下一些些的那个 白芝麻 对 对 增加那个芝麻的香气 哇 真的耶 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做到手 切完喔 其实速度蛮快的 对 对 因为这个 我是一面要接收 所以 我在家里做真的就是比较快 对 对职业妇女来讲 下班回家如果小朋友 速度很快 对 小朋友已经肚子饿了 你的水如果滚了 对 就很快的 是 因为下面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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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我们可以关火了 先关火 好香喔 哇 最后因为我们是要装饰所以我刻意留了一朵 那因为这个比较不好切 所以我带了这种刀子来切 非常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又有饱足感 又很补 那我们吃的时候换另外一种方式 对 这样恰恰 好跟我们一般用 只有三米参那种方式吃 对耶 好酸喔 又不一样了 又不一样的方式了 对 所以吃法有很多种 好 就看主妇怎么去 这就是今天的麻油面线煎饼 好 我们让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我们今天的这个麻油煎饼 对 麻油面线煎饼 师姐我们接下来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好料理呢 一般的煎蛋我们就是这样煎煎就吃了 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那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义式的那个料理 好 那我们煎蛋的部分也来用个义式的煎蛋 所以今天带来的第二道菜是义式菌菇煎蛋 而且也很方便 又有蔬菜又有蘑菇又有多糖体的蘑菇 那还有蛋的营养 所以整个整道菜真的是觉得营养是加倍的 会让大家充满了活力营养十足 是吸引小朋友想要吃这道菜 因为绿椒还有黄椒这个部分 一般小朋友都会排斥啊 因为有那个味道 对 所以我们今天用义式的方式来让小朋友增加他们的食欲 因为蛋一般也都很爱 所以就多加一点点变化 这个好妈妈好媳妇就是这样面面俱到 好吧来吧 我们就来实际来看看今天到底 好那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打蛋 好 到底这个义式熏菇煎蛋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 我就是你说的 好像软膩煎煎一般都是冲蛋或者是什么 一般的散蛋或者是荷包蛋这样的煎法 那我们就是想说换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而且我看到你的那个菇啊 那个菇是红喜菇 外面一般买的倒盘 你还留这么大颗呢 其实因为一包后面的那个 它有那个地桃那个 那个是接那个菌种包 那个部分把它切掉 那因为才有一点长度 所以我有再把它剁成小段 就等于说分成再切小段一点 才不会太大 那我们咬的时候会比较不好咬 我有稍微再把它剁 没有到碎啦 那因为要有一点口感 所以我也没有说豆到很碎 就是还有看到一小段的那个 那个红喜菇 好 我们蛋打均匀之后呢 我们起油锅包要加很多的油 因为等一下我们只是把这些 我们这些彩椒这些 还有洋葱 下来让它就是 先爆香一下 我知道了 先让它炒一下而已 有时候我们煎葱蛋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先把葱过油一下 对 才不会有那个葱的那个气味 有的葱会比较就是 会比较呛 是 那我们就是稍微把它炒一下 好 不用炒很久 我们就是让它稍微充分的 有一点香气有出来之后 我们要加到蛋液里面 好 那也顺便让蛋里面 有一点点的油量 到时候我们煎的时候 它会很快速的充分融合 这味道里面是稍微的 对 好 我们的香气出来之后关火 对 然后让它进去 对 进去跟蛋液混合 对 好 好 这样也是很充分的 我们看起来那个蛋的颜色 就会很彩色 对 就会很有食欲 会增加一点点的食欲 对 然后这个 菇菇 然后菇也要这个时候就加进来 所以它是不炒的 对 不用炒 因为炒出来的时候 然后等一下它那个香气 那个水分会跑出来 它会跑水 对 加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加鲜奶油 因为意识的部分 加一点鲜奶油 会比较有 那个 一点点起司的那个感觉 今天我们并没有加起司条 所以就由鲜奶油来代替 好 有鲜奶油才会有那个意识的感觉 是喔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些调味料进来 就是盐巴 一点点盐巴 少许的盐 好 我看到还有这个粗粒的黑胡椒 这个是现在就要加还是 对 这个时候加 还有我们的那个香料 香料 芝士的香料 这个量的话是目测 就是 对 自己吃的人的那个感觉 看你的量要加多一点 或者是少一点 自己去评那个感觉 胡椒 这个是粒 会比较 比较香 香 但是比较辣 有点那个胡椒的辣味 通常像这样不太敢吃辣的人 我们就不会加太多 那如果你敢不要吃辣的 那我们量可以稍微 多一点 对 可以多一点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充分把它拌均匀之后 再来下锅煎 哇 那我们会希望所有的菇 你拌进来之后 所有的菇都有吃到蛋液 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我们煎蛋的时候 就会像煎面线那样硕形 就会硕得很漂亮 对 如果你没有吃到的话 它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硕形 其实我们在硕形都是靠 没有加什么添加人工品 就是都是靠天然的东西下去 就是要有硕形 好 靠那个蛋液 对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蛋吃油吃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的油量要再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对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我们的那个蔬菜 对 好 像这样的热度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把我们的 硕形 对 稍微硕形一下 所以锅也不能太热就对了 因为太火太大会焦掉 所以煎的时候也要稍微去注意那个火候 对 你看 这么棒 今天你来了就被我学到这一招 真的耶 有时候你锅子要不要热 你东西就放下了 对 那个要看我们的那个 好 对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凭经验的这种感觉是 有钱买没有 对 对 因为就是自己慢慢去摸索 然后 有时候有一些长辈也会把他们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然后再加上自己也爱吃看料理节目 上面那个师傅会讲一些小祕訪 我们就多少多少学一点 在这里一定要很慎重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 我们的菜秀满师姐 其实答应要来上节目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现在下午的时间 因为这是好辛苦 在家里她要出门 就要把公公婆婆的饭菜都准备好了 她才有出门 好感动 因为公公婆婆她们年纪是比较大了 所以外面的食物都是比较 因为要卖相好就是比较硬 所以就是自己在家里煮的话就是会煮的比较软一点 这样子她们的摇会比较好摇这样子 所以通常我有事情除非真的没办法改 那就是只好就是请她们 因为婆婆还可以自己煮 但通常我都是希望我先帮她们弄好这样 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的时候 就会是我先帮她们煮好 我再出门这样子 是 好来我们要翻了 很重要的这个重点 其实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这个家庭主妇就是好榜样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煎蛋 其实师姐带这一样菜来到节目中分享 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就是说煎蛋有很多很多的烹饭 尤其家里面如果说有很多的剩下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菜 对对对也可以不一定要这样对 不要浪费那个食材我们也一样可以加到蛋里面去 对所以像这样的话口感好然后营养又丰富 就像师姐刚刚讲的这个 好无关 对 有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那个甜椒 对 那如果用这样的话就整个全部都吃进去了 好棒 好香 好香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意识训菇煎蛋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位菜秀满师姐 谢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对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师姐她除了平常这样子很懂得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时间服务社区 孝顺父母有爱自己的晚辈之外 她也身兼了这个公民社区发展协会的李淑丁 在这个当中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的工作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你 谢谢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菜 这么棒的好料理 希望下次有机会 您能够再一次光临我们的节目 今天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一切都圆满 再会